安保錫慧部署長 正親人教授主持 主持 政論理論家 宇寶華先生 擔任發表人 政大經濟大學 臺灣史理教授 服務教授 擔任男人 世界維吾爾大會女士 勒比亞女士發表文稿 勒比亞女士目前正參加世界維吾爾大會 不客人前來參加等次活動 請本會向各位貴賓導致歉意 並特別委託網路電視主播楊約欽小姐 代為宣服文稿 好 各位外賓 大家好 今天請問 愛情 但是今天 鄧親情菜的節目 因為把維吾爾問題拿來台上 在臺灣討論 實在是很少 因為大家知道維吾爾的道具是怎樣的情況 那麼西藏方面是有達賴达媽的關係 所以大家對西藏論語其實就比較關心 而911事件以後 那麼中國方面就借這個理由對中亞 所謂東部的地方 在中央亞西亞 在東部的地方 在東部的西藏 西鄉的地方 所以借顧問就來打壓 所以他們是說顧抗議 然後美國方面也等於去援助了 這個中國方面的水準 會營造作為 比如說西藏的問題 還有維吾爾的問題 美國的高科基的那個 賣了很多裝備 也有好多以前 這個企劃 好幾億 要少兩千 留十年 然後長有一個龐大的數字 OK啊 還有這個 我們講維吾爾在中國古代是足球的 在中古的時候 都過去了一個足球大體構 然後那一個竹去替代下 然後蒙古成國家 Stage tout 那麼那個 這個這一個 維吾爾 고ci 和這個西藏現在 疆人的這個 這個 自由於 政府 利於請問 中共是自尊 therapy 國的 然後這個 所以我又不記得人家習慣 那麼這兩個民族和國家 他們都有長遠的歷史 不是中國有長遠的歷史 中國人跟中國不是 這歷史也別以不怪 其實這些國家都有長遠的歷史 那麼有長遠的歷史 印度是屬於 西藏是屬於印度文明圈 不是什麼中國文明圈 中國大地的文化圈 什麼漢族文化都比較文化 不是這一套 長遠堂其實應該也稍微可以考慮到這些文明 那個 維古是屬於這個穆斯林文明圈 完全不通文明圈 仔細的 那麼 這個 中國共產黨繼承 滿清的這個帝國 進到近代以後 他不用近代的國家主義 他就用 舊的帝國主義 要來控制這些地區 因為那些地區有很多的 健康物產 還有做成能力燃燃 科目燃燃 那麼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談這個問題 我簡單介紹的是 我們郵政書長人 林董巴先生 他是 中國共產黨史的專家 也是中國 問題的這個專家 他經營 台灣民主機器 興味的國際 訪問學者 還有香港大學 經濟金融 學院助理 救援 還有香港很多報紙 選擇這個 前代香港才發現 開放可以看 台語傳達的國家 欸 台灣人在香港 都不敢去 當作台灣獨立 那馬英九這些人 就是說 完全是港生 辛泰這種人物 但是林董巴先生 在開放 台灣獨立 明明白白 就是向台灣 開始獨立的 一直以來 孤立自然的事件 他對中國方面 他還 暗得 成為那種良心 另外 就是說剛才 獨立大衛 介紹了 瑞迪雅 卡德 這位女士 因為他沒有來 就今天要麻煩 林董巴 其實夫人 表面卻是女士 他來代替他的路人 這幾年在台灣 實際上他是很熱心的 可以說是 可以貫穿到 我們很多單位 省份 他可能 可以和大家合作來 共同達成這個民主自由 這個 這個國家的目標 這樣一個 的意思 那麼 瑞迪雅 卡德爾 這個官吏 地主 韓國的民主 一起 叫瑞迪雅 卡德爾的韓國 那日本比他的幾名的 拉比亞 卡德爾 這樣的什麼東西 他的那個 拉比亞是 R-A-B-I-Y-A-R 那個是他自己的名字 他的前面的 卡德爾 這個名字是 Q-A-D-I-T-O 這個是他附近的名字 我們已經錄裏有很多 他自己的姓氏附近的名字 也要指貞 那麼這就是 他們的名字 他是這個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主席 那麼這個得共美國維吾爾協會 在那裡拿過主席 然後也得過納威的 都夫國 人權基金會 得到這個人權獎 另外也是 農曉爾的 後選人權 健英雄當中 健英雄雄雄 那麼他是一個 非常 富有的 一個婦女 結果他們是被壓迫了 所以他現在是引導 他們的民眾 有的 非常 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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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武兒族的 青森 母親 母親 甚至威武的 孫母 我看 你們看過 日本的作家介紹他 有的 場面溫章 民族運動的 這個運動女秀 等下這個 女文人 收聽還會再介紹一下子 那麼我稍微再提一下子說 然後 日本有一個女作家叫做 水谷尚主 女的官女 老婆 這個人曾經 在列康裡面寫過 很長的一篇介紹過 她的 這個女士 這不一樣的情形 那麼 另外 他有出來一個專注 結果 我告訴大家 被中國感受的 我有 一個王命者來談他的 政治被壓迫的情形 那麼這是文藝 文春新書 出版的 那麼這個情形 唯有臺灣典型 奇怪就是說 唯有而為基本的問題 好像一般太不了解 而太不關心 我們應該稍微有追蹤 這個事源 這樣運動的情形 還有 今天的語談人 還有一位就是 李福中 先生是我的這個總編 他是台大 壽士班的時候 他有研究 中共的問題 我記得是 1978 德萊二七號 是非常多秀的 上次我 他要考博士班 我看到他說 哦 他很多預測後來 被測後來都 出版了 然後 後來他就 出版了 那麼他在 雷仁壯 還有很多 雷仁壯 雷仁壯 已經做過 這一方面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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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做過 分別的研究 他現在是正大的 臺灣水中所的 專門助理教授 所以他對中國 是中國 現在問題 沒有 我們就這樣 請 那我們不暫停 大家的時間 現在就請你 去搞法 先生 打法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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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嘉明今天來 參加這個會 謝謝 謝謝你 我今天 今天這個報告 其實我在去年 28基金會員 也組織了一次窩鬥 當時我寫了 片段還有 以前 有167千字的文章 就是1949年後 中國對新疆的統治 我這篇文章 現在已經 已經 28基金會員出了書了 我也 我已經把我這篇文章 上到網了 我那篇文章 部落格 在每個星期三 一次報 我的專欄 在後面 有 大家可以 可以上去看 今天應該是對新疆 我自己做對全面的 介紹和描述 今天來講的呢 我就想講 從去年到今年的 一年來的情況 新疆 有什麼變化 有什麼變化 我也很高興 跟英俄人 這個 李福忠 他是 我在中央日報寫傳 的時候 他當時是 評論版的電機 他當時在中央日報 他做過採訪的時候 他親自到過新疆 而且被昆蕩蕩蕩呆逮捕我 就在新疆裁判的時候被做 所以他這一點對新疆的感受 應該比我更深 我自己 比我自己新疆出來 都沒有去過 今天我講一下 新疆這一年的情況 我想最主要的 大家都應該印象比較深的 就是去年奧運會期間 新疆發生了一些 暴力抗議事件 當然共產黨也借這個機會 就對新疆大使怎麼樣 其實在這個暴力抗議事件以前 中國政府已經放了很多消息 據說是這個 新疆 新疆的一些威國人 準備正在一起炸奧運 社保守局勢的人肉炸彈 已經製造了很多輿論 那這種輿論 實際上很多都是假造的 過來發生的幾宗 暴力抗議事件 其實也只是在 西域降的一些地區發生 史上也很少 根本不像是那個懸崖的 人肉炸彈 要炸到北京來了 根本沒有這麼迴向 但是他為什麼要照這種輿論呢 他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照這個輿論 就讓西方世界 知道這個威國主任 怎麼怎麼壞 怎麼搞恐怖活動 我們就會認同他們的爭埃 第二個 如果以後果然發生了一些暴力事件 我們這些人就跟你講 你看我講了 沒有錯啊 即使是自己做的做法是錯誤 他也不認為是錯 他認為就是你看 我早就講了他們要做這種事情 同時呢 他們這樣子宣傳的目的 也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向上來多拿經費 你看人家敵人這樣子活動啊 你們集中在中國 趕快給我們弄一些經費 因為這樣的經費 就是大家很想要給掛分 所以這樣子的目的 是好幾個好幾個目的 所有人在去貿易會以前 新疆人發生了幾種事件 後來根本就是 雖然都非常厲害 但是根本就後來有沒有什麼結果 比如說 有一家飛機 說是從新疆飛到北京 結果馬上飛到藍州上空的時候 就抓到新疆人 馬上要爆炸 到那個18歲的女孩 神事詭異 從到洗手間裡面 什麼洗手間裡面有什麼汽油味道 不知道把它抓起來 把飛機上其他 其實新疆人先抓起來 但是這種事情 最後沒有藉口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也不招待 如果真的射絕機 要爆炸彈 那你最後應該去招待嗎 法律的審判還完全沒有 這個去年三月 然後四月份就說 有一個人從新疆州坐火車 發現腎臟、防油、雷管 哇 遇到真是恐怖 被藥之間的成員 結果在第二天再看出 這個人是一辰 我覺得他是漢人嘛 都已經不是新疆人 跟恐怖活動有什麼關係 後來也解說 這個人在火車上 帶了一個小孩子 我靠恐怖活動的時候 把小孩子一起炸起嘛 所以像這些東西 到後來也都沒有見過 但是這個媒體 對當事操作 就是把新疆人來表現成一種青年療養 一樣是一個恐怖的形象 那我們做這些目的 然後呢就是說 那個奧運作為奧運火把 在新疆州的城市去 去顯示這個 新疆市他們出權是一種目的 我在火把選擇的時候 當然把新疆人都不准出來 不准出來歡迎 除了一些 中共所相信的所謂的公務員以外 就完全是這種歧視的態度 在火把來以前 還可以嗆遞一批新疆 判刑一批 那個褐色地區是比較典型的新疆城市 我們在裡面有一下宣判武器 有個槍斃 有個判斥徒刑 所以後來沒有幾天 科學發生了一個 發生了一個刺激武器的事件 就是完全是因為共產黨的這種鎮壓 一種爛燒五褲 才引發他們的反抗 我主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難道別人在我們國族上 已經向我們砍了 我們就是反抗的利用 他們在宣傳方面也比較可笑的 比如說是 7月4號 去年7月10號 新華社就宣佈 在新疆地區 產出五個有預謀破壞 包吟會的恐怖集團 大約580年前半 這是7月10號 但是7月中旬呢 香港大公報就發表了一個多月 新疆特色地區地委副主席 黃沙明的訪問 因為黃沙明說 光是特色地區 今年也就是去年 7月一天 就已經摧毀了12個恐怖集團 大家想想想 新疆自治區 新疆自治區 他們宣佈的是五個恐怖集團 整個新疆 裡面的一個地區 就有12個 為什麼可能一個地區 一個恐怖集團 數字會比整個新疆自治區更多 就說明他們根本這種 這種造謠 這種滅造的事情太多 太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在這種滅造造謠的後面 有多少新疆人 會被 武功的這樣子濫殺 然後來搞到什麼東西 找不到理由 比如說在烏魯夫騎士 打死了五個新疆人 說是因為他們 要搞爆亂 但是武警 是傷了一個 為什麼呢 說搞爆亂 那五個人根本就沒有槍 只是有一把小刀 我們知道新疆人很多 在腰帶上就放起來小刀 所以因為這個小刀 所以他們搞什麼活動 所以一下 就放了一個大事五個 就是完全這種 這種非常野蠻的手段 可以讀新疆人 這個問題等於任必要 你的文章裡面 讀我這裡面就不想 不想再讀他們 除了這一點以外 我只能這一年 還有一個重要的 在現在發生重要的事情 就是最近 一個日本學者 在實驗底發表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炸王大學 他就講到 講到核實驗的問題 我們知道這個核實驗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中國在那個 新疆地區 和蘿蔔泡 是一個共產黨的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核實驗基地 但這個核實驗基地 到底造成了多少崩害 中國政府到現在 是完全是保密的 首次 透露這輩民共派的 是在1985年的年底 我當時在香港 當時也貫注中國的地區 當時12月份 85年12月 在中國的北京 上海 以及新疆 烏魯陸基 爆發了一些新疆的示威 我當時寫過文章來評論 我寫過的東西太多了 後來我都忘記了 我正在整理我的舊文章裡面 反正的實驗 新疆問題的資料 我以前都忽略了 當時新疆民出來示威的時候 提出了六個要求 其中第一個 這是1985年 就要求北京政府 停止在新疆的核實驗 因為當時的核膚色 對新疆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個核膚色 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中國政府一直是停满的 中國政府停满 所以到了最近 那個產經新聞 在報導一個高田水教授 他是在2002年8月 開始跟中國的核實驗 在新疆的影響 都嚴禁 為什麼是日本 我想跟日本自己 除了受到核 受到核福神最大的影響以外 因為我是大概去年 我也曾發現 據說現在新疆人呢 在哪一個國家最多呢 我們當然知道 新疆很多一些 分證出名的組織 在德國比較多 德國比較多 德國比較多 現在當然在美國也有比較多 但是新疆的女學生啊 最多的是在日本 這個會覺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想它這個研究 可能跟一些新疆也有很多的關係 要不然這個是這個研究很難 對很難提醒 因為它是一個很奇怪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奇怪的 所以這就是 它會很奇怪的 在做 我們這些 高田水教授 他們研究了 因為這件 保持死亡的這個危主 要不要有四九萬人之多 而受到即興放這些影響的 也就是要很污染的 就是一百二十九萬人 不但如此 我們知道 中國的絲綢之路啊 就是經過大安書 都要研究實際上 就叫絲綢之路 除了中國人以外 還日本人去的美國 台灣人去的也有多少 日本語科裡面 也就是一百二十九萬人裡面 還包括日本語科 也包括了七萬 除了多少 神經不必 收到所有的東西 所以那個數字 是我的最強大的機能 因為整個新疆市區的人口 最千萬人口是一千 一千九百多萬 某個在九零兩代 那個時候的話 我也是一千多萬 然後如果重受福水的人口 如果有 一百幾十萬的話 如果去掉這些 去掉這些外來的民憶客 我想就起碼到一百多萬 就能起 做到我們就能 所以這個數字 但這研究是不是可靠 這數是怎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國際社會 應該好研究這個問題 比較好研究這個問題 我覺得新疆維吾爾人 除了奮零主義 而且新疆不是以外 我覺得也應該在這個方面做文章 因為這樣就是所謂的維護新疆人的人權 這個環保圖身的問題 也會得到比較多的國際社會的同情 我想就是連打開截口 不論是獨立也好 不論是告獨自治也好 我想這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來講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出入 如果根據中國的政府的人口統計 現在新疆維吾爾族人占全區的人口 已經不到50%了 所以即使是 按照聯合國人群的勾約 要共同的做法 如果新疆 要共同的勾約是因為 會不會很大 所以新疆未來該怎麼走 我覺得是需要整個新疆維吾爾族 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勾約 以前是因為 他們在海外的組織都紛紛維吾爾族 現在因為任比亞前幾年 出來了 到了美國 所以最近他們是在整合 所以最近在一起他們是在開這個年會 我也希望經過整合的勾約 我也希望經過他們的努力 以及國際社會 對中國政府的壓力 可以改善一些 維吾爾族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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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算奧運之前 其實如果要犯奧運 是 他有一個承諾 就是要跟觀眾 如果實際上不是 不用奧運的精神去 大卡亞各個民族 他們是有少數民族 其實少數這個就是一個 欺視力的差別 這個經驗 那麼有一本書 在日本一個區的訪問 一個是武警 一個是武警 一個是他們的外交官 還有一個是新華社 大家知道新華社是 中共媒體 第三個時代是統戰機構 一本書 那個新華社都自己 就這麼講 那個武警是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這裡警察 他們是公安 武警就是 軍人退下來 人民解放軍退下來 其實武警是什麼 武警是 軍隊是對外 武警是對內的武裝部隊 是政要部隊 你說就比較清楚 但是七個月的時候 因為八月要奧運 七個月的時候 就是不可以上京 各民族就要嚴厲被調查 一本書來面 一人請武警說 我們不如你這時候 七月不能上京 那要嚴厲被調查 所以我們 我們上網 上網就是 一千萬人 我們就上網 上網 我們就已經要嚴厲了 那要是一千萬人 所以 民選他很清楚 就是說 照藉口來跟政調 如果有其 現在的公務 那這個 現在的話 有要來處理 這就是現在的中國人的政令 我請他 李福宗的公務 李福宗的公務 請 主持人 還有寶寶說 也請請 還有各位來賓 大家 我事實上被邀請來 來參加這一次的這個 新疆的這一個座談 我其實是有點心虛的 因為我自己並不研究新疆問題 那 我想我會被邀請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 剛剛爸爸兄已經幫我卸底了 我去過 去過新疆採訪 而且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麼其實 去採訪 去採訪 新疆並不代表我可以談新疆問題 這是第一點 那麼 另外我想 另外一個 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被邀請來賓呢 我是學歷史 所以 我今天本來準備了一個 大概的講稿 是談這個 近代新疆歷史上的兩次主題運動 我想各位來賓 現在手勢上都看得到 那麼 我主要還是從歷史上來談 談這個 在20世紀 1933年跟1944年 各發生過一次的新疆歷史運動 那 但是呢 我本來的想法 今天 我想說這15分鐘 我應該怎麼講 我本來是想說 我現在來談這個 我所了解 我所了解 我這裡說我所了解是因為 我畢竟人在台灣 而且我並沒有長期在 在研究新疆的問題 所以我說 我所了解的這個 新疆的主題運動 完全是根據我在台灣看到的 看到的台灣這邊的材料 媒體的報導 還有 這個 中國歷史書上 主要是中文的歷史書裡頭的 的一些材料 根據這個東西來做一些綜合整理 我本來的想法是說 我先來談一談 我講稿裡頭談到的一些問題 我所理解的 新疆維護人的民主直覺運動 我想如果時間還有 還有可能 還剩下一點時間 我再來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在新疆碰到的事情 那既然那個 法華兄都已經幫我 先做了一點宣傳 我想 我倒過來吧 我先講故事好了 故事有點精彩 就是我1998年去新疆採訪 那是我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去到新疆的 然後 因為作為一個記者 我當時是中央日報的 整個中國新聞中間的副主任 然後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好新聞是 是天津地域的事情 而且 既然要好新聞 我那次去新疆 是因為新疆自治區去政府 邀請我們去採訪 新疆的經濟發展 經貿活動 當然 我一個台灣記者 跑去新疆 跑去烏龍問題 然後去報導他們那邊 經濟發展多好多好 作為一個記者的本知覺 我的本能來講 我覺得這是有點 沒有什麼新聞性的東西 老實講 你要採訪中國的經濟發展 你應該去上海 去廣州 或者至少去北京 跑到新疆去採訪這樣的經濟發展 所以 這個 作為一個 有一點皮 有一點 不太 有一點草皮搗蛋的一個記者 我就想去了解一下 在新疆的獨立運動 江谷的運動 因為江谷在台灣是很神秘的 我想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江谷這個東西 包括在中國 江谷這個議題 都是很神秘的議題 所以 結果 當然我就開始 就是 拖對 拖對 因為你知道那個 台灣的記者到中國去採訪 時常說 尤其是 某個 有主題 有活動的 這種採訪 都是要跟團的 團進團出的 沒有那個 不能單獨活動的 這是中國的新聞政策 中國在管治這個 外國記者 台灣記者的時候 都會使用這種手法 我當然就開始拖對活動 拖對活動 然後去 跑去維吾爾人的清真寺 跑去烏魯木吉的 就是去街頭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打拼到一些問題 跟 跟路人聊天 我想我的想法有點天真 但後來我終於 不小心被我聽到一些 一些 98年 我去採訪的時候 是98年的8月30號 聽到一些 跟江族有關係的一些消息 所以我就當天呢 我就把它寫在 寫在稿子上 我沒有帶 那次去新加坡 我沒有帶電腦 否則我可以用那個 E-mail 或者Modem傳回來 但是 我當時就 因為電腦有點重 我就偷懶 偷懶 所以我就只帶了一支筆而已 我就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呢 我就找一下旅館 旅館裡頭有那個 Business Center 就是商務中心 我就用商務中心的傳證機 傳回台北來 把稿子傳回台北來 結果 這個傳證完之後呢 我就準備離開那家旅館 我走到旅館的龍頭 馬上被旅館的安全人員 幫我叫回來 說先生你要走 你當傳證的東西有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知道我傳了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傳證機制 就是我不能自己使用 必須商務中心的服務小姐 幫我傳 所以他在幫我傳的時候 他已經偷看了 那麼 這個 在新疆 這類似的行為 類似的那種做法 我其實在北京 在上海 我都做過很多遍 就說我寫了信用稿 我用傳證機傳 通常那個旅館的 那個飯店的 那個服務小姐不會去 至少北京上海的小姐 不會去看你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新疆的人 他們那種 他們的環境是很緊張的 就是說 飯店裡頭的服務小姐 他們是有某種任務在 他們負擔某種任務 他們必須幫國安局 新疆的國安局 看檢查類似的文字 所以這個 這個飯店的小姐 偷看了我的稿子之後 馬上報告這個 飯店的安全部門 你看連那個 那個飯店都有安全部門 然後那個飯店安全部門 馬上就派人 把我從那個旅館門 叫回來 我當時當然想說要不要跑 但是當然 在人家的地方年紀 怎麼去跑這樣 所以我當時好乖乖地 跟他回到旅 就是只好又回旅館裡頭 然後半個小時後 然後那個飯店就把我留持在 他們的這個 比如說 大廳裡頭 然後過半個小時之後 烏魯木齊國安局的人就來了 所以我就在那個 烏魯木齊 他們也不另外找地方 就幫在那個 我被扣押的飯店裡頭 就開了一間小房間 然後就在裡頭審訊了28個小時 那麼就是一天 超過一天多了 那麼在審訊期間 有一個電影是很值得看的 2007年的奧斯卡的最佳話語片 叫《確定風暴》 台灣叫《確定風暴》 它英文片名是 The life of others 別人的生命 別人的生命 那麼那部線一開始就是 東德國安局叫SARS SARS在審訊範圍 就是讓你三天三天不睡覺 你的整個意識力就瓦解 瓦解之後 你就一米一石全部照光 那個過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有趣的 所謂的白色恐怖的審訊過程 我自己一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 在台灣沒有做國民黨的勞 就沒有想到 去到這個新疆去做共產黨的勞 然後這個 審訊了28個小時 那個一個疲勞審訊 他就是大概兩三個小時 就把你叫起來一次 然後審訊的那個方式是 叫你一直寫 叫我一直交代 交代說 你來這邊幾天 每天你接觸哪些人 你做了什麼行為 你做了什麼活動 一五一石全部寫 寫完一遍 當然我當然不能告訴 這個 烏魯木齊國安局的人說 我接觸了誰 我的消息哪裡來的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 消息來源是要保密的 那麼事實上這個訓練 這個自覺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想各位也可能還沒有 還不了解 國安局為什麼抓我 新疆國安局為什麼抓我 他事實上不是要抓我這個人 他是要我招出來 誰告訴我這個消息 我是一個臺灣記者 那麼基本上他們處理臺灣記者 領頭幫你關幾天 關幾天 領頭幫你驅逐出境 但是如果我把消息來源碰出來 把他們那個 可以抓一些人 他們可能可以破破一些 一些團體 後果事實上是非常嚴重 我後來慢慢我才 在那個審訊過程中 我才了解原來他們要的是 我的消息來源 都不是我這個人 但是問題就是 我當時也 自己也說實在 那是有恐懼 就是說你不知道你會被關多久 我開始想到我的博士 我當時在念博士班 所以我開始想到 我的博士馬上要那個 要開學 然後我的房屋貸款 然後想到一些 知道 跟生活很有關係的事情 就是我的人生活還會怎麼樣 所以事實上是一個考驗 就是說 你到底要不要照顧 你到底要不要把那個 去陷害別人來那個 拯救自己 那是一個天人交戰 不過還好他只有28個小時 我想久一點 久一點我可能就 我想不投降 所以我必須承認 那為什麼我會 我後來被釋放呢 因為我必須感謝 那個臺北的新聞界 因為臺北新聞界 很快就知道 新疆有個臺灣警察失蹤 這個為什麼臺灣的新聞界 很快就知道了 因為跟我一起去新疆 有一個聯合暴地 他覺得我消失了一整天 是不尋常的事情 雖然趕快告訴臺北說 有個臺灣的中央日報記者 在新疆失蹤 所以那個TVBS 就是電視台的砲碼 砲碼字幕開始跑出來 那臺北的那個 新聞的砲碼字幕開始跑出來 北京國臺段就看到了 北京國臺段看到 你怎麼會有個臺灣記者 在新疆失蹤 而北京不知道 所以北京國臺段 馬上打電話去告訴 去問那個新疆台段 到底那個這件事是怎麼回事 孤政府當時已經快要到上海去會見 旺道蘭 就是雇翁會戶 1998年雇翁10月他們會戶 所以當時的國臺段 不需要把事情鬧得太加 因為當時兩漢的關係正當中 經過95、96年 他還未定正當中 所以這個國臺段 要新疆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新疆國臺段 對不起 新疆台段 又透過新疆台段的壓力 那麼最後新疆國安局 新疆國安局就決定 已經拖了28個小時 他們北京的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新疆國安局就放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慶幸說 還好我還沒有照顧 他們就把我報了 那麼 那麼我要談了很多個人的事情 我覺得有些事情太私人了 所以實在沒有意要公開講 但是我只想透過這個故事 讓各位來賓知道說 在新疆這種 涉及到這種 這種事情 相互這種事情 它的嚴重性到什麼程度 就是那個國安局馬上介入 而且馬上知道說這個消息哪裡來的 是誰告訴你 那麼整個 事實上那個 新疆國安局在控制新疆 在這方面 是非常緊張的 所以後來 我一些比較了解的情況的朋友 都跟我講說 你真的是命大 就是去新疆香港 去採訪這種東西 你還敢去寫稿子 你還敢用那個 傳承基傳 你起來不要命 比較了解的情況 朋友都跟我講 因為在北京這個可能沒有問題 在上海也沒有問題 在新疆這種東西是會殺手的 所以我話講回來也有時間不多了 我花了太多時間講故事 講故事比較好玩 那麼 因為我的文章裡頭其實也談 也談到了 事實上那個 新疆的民族 民族成分是非常複雜的 還有這個 有哈薩克人 除了維吾爾人之外 還有哈薩克人 也有吉爾吉斯人 也有富士迪克人 也有塔吉克人 有魯人和俄羅斯人 滿人還有東干回 東干回事實上是漢人 但是他們因為姓回教 所以維吾爾人事實上是非常不喜歡東干回 東干回人或者叫漢回 還有漢人等等 其實新疆的民族構成非常複雜 那麼 老實說 在歷史上 這個歷史可以推到19世紀的阿古伯 阿古伯的事情 我也在文章裡有談到 阿古伯整個19世紀 新疆最慘烈的一次民族仇殺 因為阿古伯事實上不是維吾爾人 他不是別人 以前的泡漢國的大江軍 他在1860年代 在新疆建立了一個 英文叫做Cashkenia Cashkenia Cash就是特使 南疆的一個大城市 這個國家在西方的文獻裡頭 都叫Cashkeria 阿古伯這個 Cashkeria的建國運動 後來 他事實上屠殺了一大堆的維吾爾人 很多包括漢人 維吾爾人 都被這個阿古伯屠殺掉 所以事實上 新疆的維吾爾人事實上 在歷史過程裡頭 整個歷史過程裡頭 事實上他們有很強烈的那一種 戰爭的恐懼感 民族衝突的恐懼感 那麼這種恐懼感使得新疆 老實講 維吾爾人必須尋找一個更強大的力量 來維持整個新疆的秩序 所以 這是我個人 我的個人 這個施藏寶華兄 在他的文章的最前面也看到 將那個 東吐運動 東吐爾吉斯坦的独立運動 事實上 在整個全世界來講 它的影響力是遠不如 遠不如那個藏石的 因為西藏是一個 西藏是一個很明顯的 由西藏人組成的一個 組成的一個社會 那個民族構成比較單體 但是在新疆 這個民族構成太複雜了 而且在歷史上 那種民主之間的仇殺 非常的嚴重 那個記憶遊行 所以其實 對新疆的維吾爾人來講 他們尋求獨立的決心 事實上並沒有 我的理解 如果我有錯 我請各位指正 新疆人追求自己獨立 民主自覺那種決心 事實上沒有那麼強 為什麼沒有那麼強 那個原因之類 如果是新疆的各民族 要自己獨立出來 或者做一個民族自覺的話 你 對維吾爾人來講 他可能必須遭受另外一次的 再一次的這種 種族的分裂 跟種族的互相的仇殺 那麼在中共的統治底下 中共雖然在對新疆的人權狀況 就是說 中共統治新疆的那種人權政策 事實上是非常糟的 它人權紀錄是非常糟的 但是至少 中共的強力的鎮壓 維持新疆某種程度的秩序感 那麼這種秩序感 實際上保障了這種 新疆的各種種族 各種族 各種族不會造成再一次的這種種族 種族仇殺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分析 就是 新疆本身 它的這種種族的複雜性 還有種族的屠殺的這種歷史 使得新疆的維吾爾人事實上 並沒有那麼強烈的 並沒有那麼強烈的 對所獨立的這種 這種 族心 至少在歷史的過程上 歷史 我這裡有寫了 1933年到1944年 有兩次的這個 新疆的獨立運動 但是那兩次後來都 都 一下子很快就解體了 原因在於說 事實上 就說發起這個運動的 號召這個運動的主事者 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 在後面支撐 包括新疆本身的這種民意基礎 這個是我想 這可能 說 好像 事實上這個議題應該 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應該由瑞比亞來談 會比較好 因為他本身是維吾爾族的人 他還談維吾爾族的這種民意之決 也許會更合適一點 那麼叫我一個屬於漢族的人 來談他們的獨立運動 其實是有點 可能有點偏差 那麼我只是從 我只能從整個歷史的脈絡裡頭 來談我認識的這種 新疆獨立運動 那麼我想我最後再講一個差距 就是這個 我後來被報出來 釋放之後 那麼 新疆國台辦 也並不需要我馬上回台灣 因為回台灣馬上就 它是變成一個新聞點 所以這個新疆 新疆台辦去把我留在新疆好幾天 他們多留了一個禮拜才讓我回台灣 那麼在那個一個禮拜裡頭 他們就安排我去參訪 去參觀很多維吾爾人的家庭 讓我看看維吾爾人是怎麼生活的 其實我可以 我從那個參訪的活動裡頭 我可以發現一件事就是 中共統治新疆的一個策略 是讓維吾爾人 就是可以做生意 可以發財 可以生活變得稍微好一點 可以安定 這樣子維吾爾人追守 奴隸的新疆 那麼那種仇恨 仇恨漢人的心態 可能就會降低 這個是至少 為什麼至少是維吾爾人 維吾爾人裡頭的 所謂的中產階級 所謂的比較有錢的 那麼他們最後會選擇 在這樣的政策底下 他們會選擇跟中國共產黨 因為這可以 事實上台灣也是這樣 我想這個 在座各位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台灣的資產階級 其實也正在跟共產黨 越來越密切的很多當中 那麼 我想我的故事大概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應該可以結束了 我再用時間來講 謝謝 我會不會講幾句 我經過的地方 我新疆去了很多次 西藏沒有去 等一下 這個討論時間 我希望你這個 你的秩序 這個女生才會多討論這樣 這個你先 以他的經驗 還有他的感受 還有這個 不過他成長他的歷史觀點 我介紹一下 就是台灣安保學會 第九期 有兩篇文章 一章是關於西北 關於中國的西藏文章 一天是關於這個維吾爾的人怎麼樣 一個警察怎麼後來看到被壓迫 結果不能不逃亡 那一篇文章是拜託李永治教授翻譯的 兩篇都是身歷其境的 那麼關於土伯那一篇的話 是一個已經流氓在日本 當一個單一一順的偶數 那兩篇文章都是很順道 如果有機會 除非看看 網路也有 或者是 也才會讓他搞些微調 我本來今天要再一起來送 除非也沒有 我後來當公司 這邊用秀教 除非就沒有辦法 好 接下來就請這個 林保法夫人 來這個 報表這個 提案的意見 謝謝 維吾爾在中國的人權狀況 勒比亞 大家知道 維吾爾人是東圖爾吉斯坦的 也是被稱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原有居民 東圖自於1949年以來 就是一塊被中共佔領的土地 這塊土地的面積是181.80萬平方公里 大優勢德國的5倍 今年是中共佔領東圖的第60年 這60年來 維吾爾人民的 基本人權和自由 包括公民 政治 經濟 社會 和文化權力 一直在不停的遭受侵犯 隨著 源源不斷的中國移民的到來 東圖爾吉斯坦的維吾爾人 面臨著在自己的土地上 變成少數人 從而失去其文化特徵的危險 在東圖爾吉斯坦的維吾爾人 所遭受的人權的侵犯行為 還包括任意的被拘留和監禁 宗教壓迫經濟和教育的啟示 並且逐步地從文化和日常 生活中消除維吾爾語 並且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 使用維吾爾語言的學校正在被關閉 維吾爾教師們正在被迫 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政府當局還嚴格地控制著 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儘管當地的誓言率已經很高 但政府仍在鼓勵漢族移民到這裡來 與此同時 政府還在推行一下政策 那就是迫使維吾爾人離開家園 其中包括強迫大量的 失婚年齡的維吾爾婦女 來到中國東部做廉價勞工 北京奧運會已經結束 但中國政府徹底地撕毀了 自己尊重人權的諾言 儘管在奧運之前以及期間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人權狀況 並且國際社會希望中國政府 改善它的人權紀錄 但是事與願違 中國的人權狀況已經極具惡化 在一切為了奧運安全的領域下 在東土耳其斯坦 實行嚴格的限制公民自由 以及大規模的任意逮捕 使得已經惡面的人權狀況更加嚴重 8月14號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黨委書記王樂全在講話中指出 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反抗 進行的鎮壓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 根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名譽 資訊中心的消息 到8月底 中國政府為了東土耳其斯坦的穩定 已經調動了20萬名民警和武警 自從8月 王樂全號召 作為一場生與死的鬥爭以來 我們來看看都能看到些什麼 美國國務院在其年度人權報告中強調 中國政府在東土耳其斯坦侵犯人權時 不惜把司法部門當作鎮壓維吾爾人的一種工具來使用 在10月21號公安局公安部發言人伍和平通報中共政府 公布了被通緝的8名維吾爾人的名單 他們的罪名是以北京奧運為目標 策劃組織和實施各類的恐怖活動 12月17號 阿普杜拉阿扎特和庫爾丹江阿米提 分別被喀什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和非法製造槍支 但要和爆炸物的罪名判處死刑 他們兩位涉嫌參與2008年8月4號 在喀什發生的有16名武警死亡的襲擊事件而被捕 2009年1月4號根據檢查日報的報告 2008年在東土耳其斯坦有將近1300人 以威脅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數量較往年有急劇的增長 近1300人被捕 有1154人被證實的起訴 面臨審判或是行政處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 在2007年整整的一年當中 全國卻只有742人以威脅國家安全罪被逮捕 619人被起訴 去年2008年的1月18號 新疆最高法院的院長肉茲司馬懿宣布 在過去的五年當中 中共的安全部隊 共處理了一千多件反政府的案件 並逮捕了一萬五千多名的維吾爾人 在這裡我們給您講述一些 自從2008年年初到奧運期間的事實 這些消息都是由中共政府報告的 2008年的1月17號 中國武警部隊在帕米爾山脈打死5名 抓獲18名的維吾爾人 2008年的1月27號 一群進行和平集會的維吾爾人 被中共安全部隊攻擊 兩人死亡六人受抓 另外有10人被抵 在維吾爾婦女 於2008年3月23到24號 進行了一場示威遊行之後 中國警方逮捕了約700名的示威者 2008年的7月9號 中共警方攻擊了在一座建築物裡 進行的一個有維吾爾人參加的宗教職會 五名維吾爾人死亡 兩個人受傷 八年被捕 中共當局的喀什人民法院 公開宣布五名維吾爾人死刑 其中包括阿普杜愛利英文先生和 莫赫塔爾賽金瓦里奇先生 中國繼續他的無視國家法律 和國際法律的態度 並在東土耳其斯坦 力求使用更嚴勵的手段 來鎮壓東土耳其斯坦人民 在無情的打壓運動中 中共的安全部隊 把維吾爾人推到了絕 絕完之處 並使其中少數走上了護灰路 因此一些惡人 2008年8月4號在喀什 2008年的10月 8月10號在扶車 對中共的軍事和政府目標進行了攻擊 這些襲擊事件之後 中共當局在這些城市 進行了事實上的戒嚴 並開始大量的豬油和膽骨維吾爾人 中共政府在這種無理行徑 無疑建立一個惡性的循環 進一步的加深了本來就很緊張的 維吾爾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奧運會結束之後 中共當局開始進行 挨家挨戶的收查 公安部副部長 在庫車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小組 領導庫車和喀什的清掃行動 1000多人被捕 更多的人被臨時關押在各村的 當地政府大樓裡 下面要談的是 維吾爾人更遭受進一步 限制言論自由 12月20號在新疆大學 警方拘服了20歲的米拉蒂提亞希 和19歲的穆塔伊普 聲稱與有關組織的和平抗議有牽連 這兩位大學生是在地區首府 烏魯木齊 因為 新疆大學校園散發多數學生參加 和平示威遊行的傳單而被捕 這兩位大學生被捕的地區首府 烏魯木齊 因為散發傳單的新疆大學校園 敦處學生參加了和平示威 他們兩位被捕之後 被轉移到烏魯木齊的公安局 做進一步的調查和審序 12月24號 新疆大學在一次特別儀式上 表揚白骨米拉蒂 米拉蒂里亞希和烏塔伊普 塔伊普並向原警 伊利阿爾 阿布利尼吉 尼阿子姆和馬吉 伊瑪穆和王兵 各五千元的人民地 以此強調官方對防止各種類型的 和平示威活動的重視 各重點大學的領導 以及烏魯木齊市的領導 省級政府官員出席了一次 新疆大學黨委書記表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委書記王樂全 對於大學在防止潛在的抗議活動 所做出的非凡努力表示高興 中共政府在東土爾西斯坦 給各種形式的反對意見 通通打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所以維吾爾根本沒有正當的途徑 以和平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 出於這個原因 維吾爾人的權利遭受到任意侵犯 他們不斷地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未經施法審核的遭受疾刑 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的官方管道 來安撫他們的不滿 我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對進一步升溫的目前的局勢感到擔心 我們堅持使用和平的手段 尊重國際法在公認的國際框架內 來為維吾爾人爭取自覺權 然而由於缺乏國際社會 對中國政府鼓勵用國家恐怖形勢 來對待整個維吾爾人的做法施加的壓力 中共正在持續使用暴力鎮壓維吾爾人 維吾爾人正處在絕望之中 考慮到中共當局的大規模鎮壓 特別是無辜的人民 中共會受激烈的鎮壓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它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暴力 這將導致無辜生命的損失 並損害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我們呼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國際社會 歐洲聯盟 以及所有自由世界中的民主國家 採取行動 以支持中國政府在東土耳其斯坦 正在進行的暴力鎮壓 國際社會 特別是歐洲聯盟 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 防止中國在東土耳其斯坦 進一步的鎮壓和屠殺 國際社會 應該敦促中國和世界維吾爾大會的代表 開始對話 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目前的問題 和東土耳其斯坦未來的意味 以上是我為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 肉比亞女士的發言 在去年我的先生林寶華 接到來自肉比亞女士求救的呼聲 她說林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們維吾爾人吧 當時正逢政黨二度輪替 我們求救我們心無刀割 今天我可以在自由民主的台灣 替勒比亞女士發出她求救的聲音 我要重重的 向索外單位 瓦爾大紀念基金會 表達我最誠實的感謝 你們真的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在關西中國 西江西藏的人權的同時 我們自己也擔憂 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 在過去的一點嚴重倒退 所以我想 我要呼籲大家團結再團結 為了台灣的前途 我們大家一定要更加的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鄧下醫保 鄉下醫保 先生和夫人 她很清楚她這個 街頭的這個內容語氣 也都講得很明白 從任必亞文章裡面 可以了解1個 他们是希望和平解决的 国际上温后来支援 他们并不是做主张暴力什么的求求 像这比亚这种人 我们台湾人应该欢迎他来 另外外面像塔赖兰 这个也是世界级的主秀 我们也应该是欢迎他来的 这对我们也有好处 可惜这个政府 这就是带国带党的 寄给他进来 林宝华先生的论文 有一个就是说 他很值得注意的 才用了很新的论料 才用了这个日本的众论月刊 5月1号出来 其实是6月份 日本早一个月出来 不到台湾动员法 除了你用航空机 那台湾之前也在造 因为我也是经常 留意到这些国际娱乐 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 他讲到 中国的核武士道 这个是非常残忍的 他讲的高田群教授 这个是薩波罗伊丽科大学的教授 他出来一本书叫做 中国的核实验 中国的核实验 他会去建 这个有一本书 这个也是前面 也就是前面 前面这不是说 大概是有天著 有一个七月接的人 竟然这个 也有 昨天一打开 还有一个 竟然是这个东西 那么 他介绍这个字 那么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 这个高田群教授 他提到一点点重要 就是说 他的这个著作 已经已经英文 还有回吾尔文 大家大概不习惯用 回吾尔这个字 大概老英怎么样 因为以前东主 而是基斯坦 东主一间 这是1921年 在苏联境内的 回吾尔文 这个他们自己 才会决定 说我们应该 用什么名称 还称我们自己 所以1921年 开始他们生 他们自己 回吾尔文 就这样的来源 也会做一个教授 那么 这个 这个高田群教授 特别提到思路 以为是在 以前 柔兰 他在柔兰 这个都是国家的 他跟柔乌国 扶活那个地方 来做这个合法式 那思路是日本人最 最向往的 因为思路的终点 他认为是到日本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他特别 要引起 或者想他是要 引起 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为什么 他会做这个事情 和哈萨克 斯大利共和国 有关系 因为 这个 哈萨克 三共和国 以前在苏联 苏联统治下 苏联 四报的时候 对他有害 现在 中国在这个地图 四报 四报以后 对他有害 所以他就非常的麻烦 紧张要运 那对他们生命都很 财产都很大 很危险 所以 就是这个 也请这个高丁智人教授 这个协助 那么 这个教授 很伟大的地图是什么 他光明来说 测试的方法 要怎么测试 壁表上的爆炸 和空中的爆炸 这个迫害的程度 发为如何去测试 这个问题 而如果说 估计 还有人口数 如果说 计算 这些 风暴 它很明显 所以国际上 他不只是说 只有发表这个 国际上已经很 留意他的论述 我想 这个 我们刚刚搞协会的 一个 金字掌 金字掌 他记这个 给我 是不是我们应该 也留意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像 李宝华先生 他刚才讲的 中共从1964 到19960 它的爆炸 就已经有 46次了 那么 总 Energy的 发出来的热量 有 20Mt 一个Mt 是相当 100万吨的 TNT炸药 所以 发出的热量 杀伤力 是多 多大 这个 不过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不必 会 因为这个 相遇说 他比如说 他分了 这个H 他说H 大概4.15万 平方公里 大概要 冬庆祖的面积 11倍 那么 于现在就死了 19万 所以他怎么样 你看 他整个这个症状 整个都没有了 整个都没有了 另外还有B地区 C地区 这个等级的问题 白血囚症 癌症 还有胎儿受影响 胎儿死亡 还有怎么样 这样 A地区 B地区 这种情形受害的人 129万人 然后 然后 那个 所拨击的地区 有多大 30万平方公里 台湾3万多 平方公里 算是 你看到我们的死亡 对不对 那 所以的 受害之大 是 史无前例 因为 苏联的事报 和美国的事报 美国在那个岛屿里面 他没有人 地方去到 苏联的事报 的话 他是要围起来 整个 铁苏网坡围起来 这样的事报 还有中共的这个名存 他别人不一样 他说地下事报 有一些不是地下事报 地下事报 是挖很深 他是 挖来一点 把他盖了以后 这个就是要事报 那波及 伤害最高 喝的灰尘 还有 这个 喝的这个 这个 整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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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问题 是严重的一个 民族的问题 还有文化的问题 文化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已经没有尽到 尽管的文明观念 因为尽管的人权 人道的 什么 什么工业 这个脑筋里面 从头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就是 史拉斯迪瑞的人 中华民族 这个什么 什么 天哪 中华民族 英皇子孙 还有像这里 一个温球 一个总统 一个行政院长 都是自称 大学教授 竟然还在 祭这个审划的 房地盈 还在做法民族 这个是天大的效果 我们历史学姐 还不过 允许这样的解决 我不晓得 历史学姐 是往来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人出来反护 不过从当历史部长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个文章 我就批了一个自己 这个是还要万事一夕吗 从房地益 一直到法英雄吗 对 对 这笑死了正心 天下笑话 天下笑话 在台湾的进口 在台湾的进口 那我们这个社会 是什么社会 近来就问 我想年轻朋友 多教一下 多多这个康安同行 因为 我们期待的是 年轻一代来 来接棒 这样的情形 我这段的时间 不过这些 该委屈的 对气震的问题 我是补充一下 那我谢谢他们上位 还有 我们是不是 来一位两位 發問 我讲实际的事情 好不好 每次讲理论 我走到一百多国 我新疆去了很多次 从新疆到阿萨克 阿基斯坦 日本人 西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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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去过了 那么西藏去了两次 第一次从苏联区 没有拍到他们的照片 第二次青藏火车去 那西藏呢 他不感谢中共 是因为他只给他 建了一个青藏火车 坐来的中央医院 那他们不感谢 因为他有经济侵略 无法侵略 宗教侵略 还有那个 比如说那个饭店 把藏人的饭店都找 所以这一次报道就是去扎 那个汉人的饭店 那那个 两百间的藏庙 现在送下两百间 两千间的藏庙 现在送下两百间 那么那个西尔登饭店 有一个经理 在那个 新疆有开一个云珠饭店 我都有去 那我也住过维吾尔鲁的家里 我去的时候 维吾尔鲁刚好在做独立运动 我们在街上都看到独立运动 很示威 那么 西藏呢 他现在是一胞胎的政策以后呢 跟着两百万人 所以他们反对 他把他的矿产 青藏火车开通以后呢 他的矿产都拿出来 文化清业 宗教清业 所以他们不感谢 他 通过的话就两个 一个青藏火车 一个中央医院而已 他假如独立的话 他可以相对独立 要下一节讨论出你们知道 应该要好我们知道 阿隆佛西安堡 那是下一节有课讨论 那 这个讨论西藏以后 还有一些中国讨论 大家有什么意见 在那个时候提出来 那么 因为有了王当先生 他们经历都有工夫的 那么 都可以请教他们 那么 到这个地方 谢谢三位 这个 主角 还有吾尔鲁 还有副理 来去拿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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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场 好了 欢迎 grams 谢谢 谢谢 们